真心話大冒險 跳16噸 跳16噸 聲聲怎麼可能做得到 為什麼要講這個 10萬天也可以聊一下 不想告訴你們 我的NBTI嗎 我剛試了一下 我的NBTI是 老師請問你的NBTI 我的NBTI嗎 我最近這個議題很流行 我剛試了一下 我的NBTI是 INFP 調聽者 NBTI這個很妙 他其實起源於 榮格的9型人格 那現在變成16型 榮格最早是8型 然後8型到9型到12型 13型然後到現在是16型 其實他說的都是透過一些 心理上的測驗 透過問題來呈現出 你的回答是什麼 來去看 你自己人生的價值判斷是什麼事情 當然他會有個情況就是 像我們這樣子的專業迷理師 其實我們很容易在 面對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去控制自己的理性 跟感性的情況 然後去做分析跟判斷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覺得我是這個 INFP 這樣子調聽者的性格 他是屬於 感性佔了46% 理性佔了54% 幾乎是非常非常平衡的狀態 你可以說是專業素養吧 命理師本來就是 要能夠在感性跟理性同時找到平衡 用理性幫你判斷人生 用感性來撫慰你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在預期中間 我自己都覺得我像這樣的性格 每年都會幫自己看流年嗎 其實我不會 也不能說不會 因為當你對於這個很熟練的時候 尤其是我自己在做 每年的大的趨勢預測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 今年的一些重大事件會是什麼樣子 就好像你船開出去航行 你知道說我這趟出去 我一定會碰到五級正風 然後會碰到一場暴風 那這個時候 你還會不會再幫自己看呢 其實看的機率就很低了 因為你已經知道 大環境是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你自己該要做好什麼樣子 準備 最喜歡旅遊的國家 最喜歡旅遊的國家 大家知道我潛水嘛 所以我一般的旅遊 大概就是跟海有關係的國家 然後再來就是日本 對啊我超愛日本的 日本保留很多很多 唐朝的古書 包含紫維朵素 真正的古刻本 也是這個古本 也是在日本跟韓國 保存下來的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說 天象應該是化跡的 因為那個古本 它在明朝的時候 流到了日本跟韓國去 最推薦美食 你看我的身材 我就知道 只要是好吃的 我都覺得好 老師總共出過幾本書 總共出過幾本書喔 我這本書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10萬訂閱戶 所以我們開放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給大家滿意送意的活動 可是那一定要是 我們自己學會出的東西 但我的書呢 有些是我們自己學會出的 然後有些是我跟 十八十版社合作出的 十八十版社的部分呢 那個版權 是當時在十八十版社那邊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到滿意送意 但其他的 跟時報的合作 以及加上我自己 學會出的書 應該十多本吧 十幾本書 在寫書過程中 哪一本書寫最快 哪本書寫最快 每一本我都精挑戲 怎麼慢慢寫 想要合作的YT頻道 很多呢 最詳的第一名 有一個叫公投堅的 那個是 我在附近美工的學長 他的頻道超讚的 專門在講日本的旅遊 對啊 希望我也覺得跟他合作 老師曾經有被催眠過嗎 有啊 因為我自己有兩張催眠的徵兆 那學習的過程中 我當然也被催眠過 老師很愛美食 也曾開過餐廳 還會再想經營餐廳嗎 哦 會哦 我們有在計畫中哦 對啊 也許年底或明年 大家就會看到了 方人算命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過奇異事件 其實實驗其實很多耶 但是一般 我們希望 大家面對命理的時候 是很理性的說 我們比較不會去貪 但因為今天比較特別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兩個 譬如說 我有很多的客人 是神明介紹來的 什麼叫神明介紹來的呢 他去求籤然後寶貝 問神明說 他想要找幾個老師算命 然後他把那各個老師的 這個頭像都放在神明桌簽 寶貝都保不到 直到我這邊的時候 連續一拔 九個杯 這些事情都比較發生在 我當時剛入行困頓 沒有學生沒有客人的時候 感謝神明幫忙 一直幫我介紹學生的客人 來 可以劇透下一本書要寫什麼嗎 如果新的 無後面相關 銷量還不錯 那我會希望可以出第二本 因為坊間沒有人 能夠很細心的用一個 案例的故事背景 跟他的前因後果 然後來去解析一張命判 我的重點在於說 除了想要學的人 可以知道我的論盤的手法 怎麼面對客戶 如果你是初學者 你也可以知道說 原來 別人有這樣的人生故事 可以給你自己一個 什麼樣子的 反思 這本呢 我自己覺得 是很不錯的一本書 如果可以 我當然會希望出第二季 除了這本之外呢 我們也預計 這個是大家呼籲 這個呼聲很高 然後很希望的 就是來談福德功 我們靈魂的部分 這本書會結合了 崔明穴 當然有什麼議題是你們想要知道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各位做參考 身為深心靈工會的推手 接下來對推廣深心靈產業有什麼期許 大家都知道說我們有深心靈工會 那其實成立工會的過程中間 我自己私人 大概賠了很多錢 因為工會的成立需要很多很多人力 資源 投入 那我們會希望說 有一個好的深心靈的平台 像我們有在辦深心的市集 然後用很低的價錢 讓很多深心的同業可以曝光 很多很好的老師 他知道怎麼幫助別人 但卻不知道怎麼讓別人知道他 所以我們會希望有更多更多的 讓這些老師曝光的機會 歡迎這些深心的同業呢 大家可以趕快來加入我們工會 團結力量大 一起來為這個全職努力 真心化大冒險哦 看老師要選真心化還是大冒險 真心化是說一個秘密界的秘心 還是你要大冒險跳十六噸 跳十六噸 十六噸怎麼可能做得到 太難了 因為做不到 所以我只好一個真心化 秘密界的秘心哦 秘密界的秘心很多耶 可是我平常上課就在講了 那可以在頻道透露一個嗎 簡單來講 命理圈真正可以幫助人的 都不會是廣告做很大的那些 也不會是那個場景 很像是在做直銷的 那差不多都是騙人的 你可以想想看說 哪些廣告做得非常大 哪些告訴你說 怎麼丟的話就有用的啊 這些基本上都是騙人的 邁入中年之後的感情觀 為什麼要講這個 十萬第二可以聊一下 不想告訴你 好那個 邁入中年的感情觀 當然剛剛在講 我的那個十六型人格的時候有講到 為什麼十六型人格 他其實在測試的時候 會有一個盲點就是 某一些人 常常在透過一定的專業訓練的時候 他就會偏向他的那個專業特質 那以命理事來講呢 命理事一定是理性的感性兼備的 所以我的感情觀當然就是理性的感性兼備 就是愛情跟麵包都要的意思 老師曾經悶想過自己開餐廳然後 背載的事情 那請問當時東三再起的轉機 好我知道這是很多人想要問的啦 就是你怎麼有辦法背那麼多載 然後又重新翻身 其實很多時候啊 跟我們常常跟大家在講麵盤一樣 有的時候殺心就是你的動力 沒有那個殺心 你其實沒有那個意志力可以堅持下去 老師剛慶祝完生意今年的生育願望是什麼 我每年都會有一個固定的生育願望 就是捐錢給門諾醫院 今年因為自己本身的一些投資出了一些問題 今年金額少一點 但是我們今年也是準備了大概百多萬 給門諾醫院 對未來理想的退休生活 上過我課都知道啊 我的人生格言 我的今生之功德 希望來甚至同梁思海味啊 同梁思海味是什麼 同梁思海味就是 可以每天躺著 然後玩樂就好樂 這是我希望我的退休生活 那我覺得那個秘辛不夠秘辛 所以16吨還是要跳 沒有這件事情